孔子和耶稣說過 初戀無限尾 不過我覺得旅行驗譽 應該是更加有驚喜 所以今天我請了兩位 不知為何去旅行 有很多驗譽的女生朋友 上來和我們一起 聊聊他們旅行的驚喜 好 歡迎 我是喜歡背包的 一開始畢業旅行 兩個女生自己去了歐洲 之後就外上了這個形式 對 我會覺得很自由 還有很方便 可以自己一個去旅行 和不同的交流 這件事很好 熱門和沒那麼熱門 我都喜歡的 如果沒那麼熱門的話 我喜歡去緬甸 我覺得好像在發掘一些 很神秘的市鎮 2019年是我的高峰 我去了10次 10次計算那些週間旅行 可能兩至三人 去了土耳其 比利時 西北亞和佛陀蘭 我沒有Cynthia那麼多 可能一年多 真的三四次而已 很多人去旅行 就是因為失戀了 然後去旅行 想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那些旅行很容易中伏 我試過 你試過 我試過 我那一刻 是有一種 要提醒自己 這個時候是去療癒自己 去課自己 不是去找其他東西 去替代 或者填補空虛 你要想想 我去旅行 其實我是要給自己成長一個 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是一個全身的我 自己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更加多 自己去旅行的時候 你自己一個 那些人就會過來 提醒你 可能他不是純粹 他不是想跟你發展些什麼 但是他想有個本 會不會每一次去旅行之前 都會有些想像 不知道今次會想什麼 其實我有的 真的嗎? 我會想的 我不敢叫自己這樣想 通常我都會說 不要想太多了 到時候有了 不過沒有了 那也是有 你們自己自我評價一下 你們自己的經驗 你們在香港 是不是都算是 多仔偷的那種 在香港又不是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 但在外國是 我不知道 我也在外國 可能對眼太小了 尤其中東國家 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亞洲女生好多 然後你就覺得 為什麼要覺得我很漂亮 所以去到外國的時候 其實那個自信心會提升 在香港有多些家鎖 但你在外國的時候 你就好像真真正正正 做一個你想做的自己 我覺得 可能反而那個自己更加吸引 對 對 因為是最自在的狀況 對 對 我覺得旅行艷遇 很多時候都發生在住宿 那個地方 多數你們是住什麼 住宿舍 住宿舍 我也是住宿舍 我在荷蘭的經歷 是couchsurfing的 她的床很大 鬼佬的床很大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們兩個就會睡這床 我說 嗯 今晚還會多一個人 一起couchsurfing 她是一個大陸女生 不分女生去洗澡的時候 那個荷蘭仔想侵犯我的 想侵犯你 是啊 真的不斷抱著你 真的很想kiss你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應該知道我有男朋友 然後她就stop了 然後衝進廁所 廁所沒有鎖門 然後衝進廁所 搞那個 蛤 她搞那個 大陸妹 對 然後聲音很澎湃 聽到所有聲音 這個不是侵犯 這個是自願 是她自願的 女生很明顯 然後我已經覺得很噁心 然後已經 立刻上手機 穩定 可能我要逃走 之後我自己 回來的就是 真的自己一間房 如果是自己一個 去旅行的時候 那你們覺得呢 如果真的住在別人家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保護自己安全 首先廁所一定會鎖門 我都會試過couchsurfing 通常我都會找 雙人生 或者家庭 就會沒那麼擔心 沒那麼害怕 無論是hostel 或者couchsurfing 都看清楚之前的人的comment 有沒有一些good的comment 我想去旅行做畫畫的 這些就是我的畫作 這張那時候在西班牙畫 畫畫 突然間有個男人走過來 說我畫得很漂亮 撿了所有東西 打算走的時候 就感覺到後面有些聲音 那我一看就看到她不斷跟著我走 那我就繼續走不來 然後突然間看到她在我前面 旁邊的草叢那個位 然後她看著我 然後我脫了一條褲 啊 我不知道其實她是想在那裡如刺 還是她真的有心給我看 隨時隨地 我都是有把刀在身上 那把刀我是全世界都看著的 我真的有把刀 那是有刀的 住男女同房的時候 我晚上會遇到刀睡 即是無時往下刀 旅行 其實旅行很難去拿捏 你會遇到很多很好的人 那些很好的人的經歷會令你放下了很多戒心 話說我在土耳其的時候 我去了Capadocia 我對我游隊女生來的 那大家就去了Red Valley 那裡 介紹我了給很多她的朋友 當時有一個男生 年輕的 就好像Sport了我 那怎麼知道 之後那位女生就說 咦 她說可以載你去Tondo 那我就說 啊 這麼好啊 啊 好啊好啊 因為都是十分鐘的路程 不如載一載我下去 就是到VY 怎麼知道上了車之後 她又載了我去一個方山 而在那裡 因為是 是很恐怖 那時候是沒有燈的 那裡 是一個完全黑的地方 所以我上山的時候 是真的一下車那一下 她下車了 就是我在車裡面 我說 啊 上帝啊 我真的 我真的 我內心說 上帝如果這次 你們救到我 我會很感激你 就是 問題是 你沒辦法叫另一輛車 我沒辦法啊 根本上其實我也不知道 怎麼叫車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土耳其的文化 還是怎樣 其實她很想有 進一步的行動 但是她一直都很想 有我的許可 她問我 我覺得她怎樣 我說你當然好 你是超級好 所以你一定會送我下去 就是我這樣 就是 最後 最後 我就叫她在 就是未到我Hospital之前 就叫她放下我 因為我怕她知道 我住在哪裡 你當時的刀呢 我當時都在背囊上 但是我沒想過 拔出來的時候 我不是很夠膽 可能你拔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害怕 你有沒有想過 真的會被人先姦 後氣絲生頭 有啊 當我在說上帝的時候 我是這樣想的 如果我一開始 可能怎樣都要 跟導遊一起下去 那時候可能就會不同 就是要有些後路給自己 尤其是自己一個女生的時候 除了住屋外 通常 長途火車是很容易 令人很快就很熟 大家認不認同 認同 巴士 或是長途 有一年 我跟幾個朋友去伊朗 那在最後一晚的時候 就好像發生了 Bever Sunrise這部電影的劇情 有沒有看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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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 很好看 去旅行之前都要看 想像一下 然後你就很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然後突然下空了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原本 對 我就是在伊朗 就搭通宵火車 就回首都特克南高 其中就有個男生 對我們很好奇 然後就送了很多食物給我 就送了很多食物給我 送給我 送給我 你有點合作 很吸引 很吸引 他就跟我們聊天 但是來來去去 都是看著我 跟我說話 但是我們就有留下聯絡的 email 總之 不知為什麼 很喜歡 然後那個男生就 又說 你可不可以再來一次伊朗 我介紹 爸爸媽媽給你認識 這麼快見家長 超過了很多步驟 住在他們家 然後我跟男生一起睡 但是你知道回家 對 我們還沒結婚 或者是兩個不同宗教 或者是文化的人 那個男生是有 是有跟我求婚的 爸爸媽媽是ok我的 但是他的阿公是不approve的 對 因為回教的國家 是要聽最大的一個長輩 對 然後又會說 好像被人棒打一樣 一樣 我的命運好像不是自己掌握 所以是超級傷心 這段經歷是 而且這些位置你不能咬 因為別人的宗教 還有別人的文化本身就是這樣 就算你很不認同 然後覺得很荒謬 但是你也要尊重他 對 你要尊重他 要尊重他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現在回想著 不同文化的火花更加出霧出來 對 因為文化不同 所以其實放在一起 已經很容易有火花 對 會讓你很新鮮 我會不會覺得 其實驗語都是一些冒想情緣 完結了旅程就完結了 都有的 其實 因為我覺得去旅行 認識不同的人的時候 會很習慣離別這個詞 你是那幾天之後很厲害 但其實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就沒有了 你沒有那麼離地之後 你會這樣想 真的要維持的話 需要花你的心力 我覺得是 在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有一些都是去旅行的言語 而結了分 我也有一些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有這個可能性 那你們兩位 現在都是單身的 是 疫症完了之後 還可以回來了 會不會再出去闖世界呢 當然會 這個世界在等著 對 這個世界在等著我們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鈴鈴 還要按鈴鈴鈴